《愛拉小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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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接下來同學們請翻到第58頁 我們進入到第四章的討論 第四章我們所討論的是國家 第四章 我們進入到一些制度性的問題 我們前幾章討論了理論 討論了意識形態 那麼從第四章開始 我們進入到一些制度性的探討 那麼這一章的編排滿有意思的 國家裡面事實上它介紹的兩個部分 一個叫國體 一個叫選舉制度 有時候我們覺得 怎麼會把這兩個部分放在同一章 當然如果說從它的脈絡而言的話就不奇怪 因為它主要是在談institution 談制度 那制度的層面之下的話 其實國家裡面 我們最關切的重要的制度安排的話 除了國體之外還有政體 當然政體部分就比較複雜 那麼包含了什麼內閣制 總統制 這個它在後面再會單獨介紹 其實這也是各位未來二年級的 比較政府談論的主要課題 就是談論政體的部分 各種政體 半總統制 總統制 內閣制 所以它這個部分的話 它主要談兩種重要的制度安排 一個是國體 一個是關於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至關重要 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政治運作 但是這邊並沒有談政黨制度 因為往往政黨制度本身 不是制度可以安排出來的 一個國家的所謂的這個 兩黨制 多黨制 它往往是選舉制度 或其他因素的一個一變數 因為你採取某種選舉制度 它會導致成某種政黨體系的出現 當然政黨體系的話 也可能會跟我們所說的 種族 宗教 文化會有關係 分離主義等等一件因素 所以但是國家可以設計出來的 一個是國家的體制 一種是選舉制度 這是人可以來決定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它在這張裡面特別談到 國體跟選舉制度的話 從這個角度而言的話 我覺得並不意外 好 我們就從59頁的部分 開始討論起 第四章我們說過 它探討的是國家 有別於前面所說的一些關於意識形態的一些價值的一些探討 那麼 當然我們以前也說過 談到國家之前呢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跟Nation 民族或是國族的差異性 好 我們看到59頁最上面就所說了 基本上一個民族或一個國族 它是具有with a certain sense of itself 它是具有一種特定的一種自我的認知 或者說這種內聚力 然後它會分享著共同的歷史文化 通常呢 還會有共同的語言的一個群體 但是我們說過語言不見得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那麼所以說民族它是一種具有特定的自我認知 具有強大的內聚力 具有分享共同的歷史文化 語言的一種群體 我們稱為民族 或者國族 但是政府 對不起 國家本身的話 它卻是一種政府結構 好 這個政府結構呢 是要行使主權 並且有足夠的力量來執行它的一些命令 它是一個institution 它是一個政府的structure 它是一個結構 它是包含了一個 能夠執行它命令的一套法規 然後一群公務員所形成的 來達到特定目的的一個政治結構 那目前全世界的話 大概有190多個國家 190多個國家 民族跟國家這兩個概念有所重疊 但是不完全一樣 好 在這邊我們一開始先做個破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節課呢繼續進入到這一章的討論 我們先休息一下 剛才呢我們談到 民族跟國家這兩個概念 是有所重疊的 尤其近代 一直談所謂的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 所以當然呢 同一個民族構成的國家 那麼是許多人 一個非常理想的一個目標 但是我們也一直強調 其實往往一個民族 不見得只構成一個國家 那同一個國家之內 也可能存在著有非常多的民族 這都不是絕對的 舉例來說 斯拉夫民族 在整個中東歐 有形成了多少個國家 所以斯拉夫並沒有形成一個國家 那當然同一個國家之內 像美國來說的話 他可能有非常多的民族 在那邊 所以事實上的話 我想呢 民族跟國家之內 當然我們說 平時比較常被舉的例子 像日本 像德國 像法國 像是英國 似乎比較接近 所謂的民族國家 但是事實上呢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也不盡然 像法國 境內 那麼其實並不是只有法蘭西民族 其實法國南部 有非常多其他的 過去的民族或種族存在 但是呢 他們的很多的文化 事實上是被法蘭西民族 所強制的融合掉了 但是事實上這種 其實我們過去想講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 但是往往都是強勢的民族 融合弱勢民族 所以現在比較少講這個概念 我們會講 要尊重多元文化 那麼文化之間 不是說一定要強勢 要融合 弱勢不可 反而要積極的保護一些 弱勢的一些文化 那麼日本可能是一個比較接近 所謂民族國家的概念的國家 可是日本境內還是有少數的 像夏宜族等等 少數的一些民族的存在 所以事實上真的沒有說 同一個民族 只構成一個國家 真的是很難找到這樣的一個案例 但是一個國家之內 反而有非常多的一些民族存在 才是大部分國家的一種現狀 而另外一個很有趣的話題是 各位看一下 我們九月第二段這邊所說的 which come first 是哪一個先有 是先有了民族才形成國家 還是先有了國家 才會發展出一個民族 當然大部分的人 都會看到這種問題 直覺的就想到 那當然是先有民族再有國家嘛 所以我們不是談民族自覺嗎 不是談這個同一個民族 建立一個國家嗎 當然是民族於國家之前的嘛 可是呢很有趣的事實是 各位看到這邊所說的 其實這也不一定 我們說過呢先有了民族之後 形成國家 當然有這個情況 但是呢 大部分的經驗證據卻顯示 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states created their nation 往往是國家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民族 換言之是國家先於民族的 有了國家了之後 他們才想辦法為了要加強認同 加強人民的效忠感對不對 然後呢才逐漸逐漸的創造出 屬於他們自己的民族 所以呢往往是國家是先於民族 才是 一個事實的真相 所以我們以前曾經說過嘛 有些人的說法是說 其實民族只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已 只是被創造出來的 那麼往往都是為了政治目的 所創造出來的一種這個東西 那麼他是透過教育 透過譬如說這個語言等等 來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所需要的一種 政治目的的一種民族 這是我們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詮釋的話 那麼而國家我們說過 它是個非常特殊的一種政治的一個機構 那麼它的一些很重要的特色是什麼呢 各位看到五十九月下面 看到這個標題 叫institutionalized power 它是一種所謂的制度化的權利 國家擁有制度化的權利 那麼基本上 這邊所談到的制度 institution 我們如果各位記得的話 我們在上一張曾經談過 所謂的新制度論 等一下我們所談到這些觀點 你可以發現充滿了新制度論的一種 一種這個角度來詮釋 那麼 隨著制度化的一種權利 所謂的政治制度呢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它就是這種walk in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政治制度本身呢 它就是政府的一種 一種運作的一種可運作的一種這個結構 包含了我們熟知的 像是立法部門 像是行政部門等等 他們如何的互相的這個互動 然後運作來達成一個特定的一種功能 如果從所謂的結構功能的角度而言的話 那麼但是事實上很有趣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往往一個國家最開始所成立一些制度 各個部門的一些結構 有時候呢一開始還不是很清楚 那麼它到底能夠發揮怎麼樣一種功能 或發揮功能到什麼樣的地步 往往許多的一些政府部門的一些權力 是往往是逐漸演化而來的 而不是最早所設想的那樣子 那麼 比如說 課本這邊所舉例子 像是美國的最高法院 各位看59月倒數第二行 當1787年美國之前 在寫這部憲法的時候 美國的最高法院 當時的憲法裡面 並沒有賦予它 像今天那麼多的權力 它現在很多的權力 是往後 逐漸逐漸演化發展出來的 是透過它的領導人 比如說最高法院的這個大法官 做了一些判例 等等 逐漸的樹立 屬於它自己的一種權力的範圍 當然最重要的 好 各位可能在憲法裡面讀過 就是美國的 大法官 這個誰的最高法院擁有的 司法審查制度 司法審查制度 並不是憲法裡面所規定的 而是1823年這個 不是18 1803年 馬歇爾大法官所立下的 非常重要的判例 所以很多東西 那麼它制度是會成長的 制度是會與時俱進的 而制度本身它的權限範圍 而制度跟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 往往呢 跟最初的設計不見得完全一樣 它會逐漸逐漸的演化 所以我們實際上說制度本身也是有生命的 好 那麼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好這邊課本在舉的例子 各位看到59月最後一行 請翻到60頁 美國的聯準會 聯邦準備理事會 我們知道呢 這是不僅是美國的最重要的 類似中央銀行的一個權利 那麼現在也是世界性的中央銀行 聯準會的主席 今天發表什麼談話 對全世界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過去的格林斯潘 現在的柏南克等人 他們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可是呢作為一個全世界的中央銀行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最早的功能不是這樣子 它只不過是在提供美國貨幣的一種 穩定的一個機制而已 可是後來逐漸發展出聯準會的一個機制 成為非常舉足輕重的一種角色 而制度可以看得出來 制度的設計 我們說從美國的聯準會到最高法院 它都跟原來所設想的 可能會有非常大的一種差異 那麼所以呢制度我們說過呢 它是會有所成長的 一個國家之內的一種政治制度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那麼往往我們所說的 它運作它的人 然後制度跟制度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相對的關係等等 其實呢都是會 對於後來的一個政治制度的發展 是會有所這個影響的 那麼但是比較重要的觀點是 各位看六十頁這邊所談到的 最後一行這邊所說的 從政治權的角度而言的話 雖然我們說過制度的發展 它會受到個別人為因素的影響 但是永遠我們都了解制度 它應該還是比領導人來得更為重要 我們還是要相信制度 當然我們知道它會有可能會有成長 有可能會有演變 有可能會與時俱進 但是呢制度的一個重要性 應該還是會超過它的領導人 比如說這邊所舉的很重要的例子 像美國的尼克森 尼克森呢這個水門案下台 當時的美國人普遍對於政治人物不滿 對於美國的總統不信任 但是基本上他們對於美國的政治制度 還是信任的 尼克森可能只是個案 可是不會因此造成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 美國的總統制因此崩潰 所以他們仍然相信這個制度 所以人的因素 雖然有可能會造成一些重大的一些危害 但是美國的總統制度 美國的總統職位幾乎沒有受到懷疑 他們還是認為這個制度是可以繼續運作的 但是如果說不只是尼克森 歷屆的美國總統每一個都出世的話 這時候大家對於這個制度信任感 就會逐漸的下降 各位了解意思嗎 那麼 比如說韓國 韓國的話 歷年來 所有的卸任總統 沒有一個是善終的 每個都有問題 那這時候可能就不是人的問題了 當然人的問題還是重要 可是除了人的問題之外 大家就開始懷疑這個制度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會造成每一個總統 卸任之後呢 都會有一些弊案會發生 所以當然這個東西就是一種 非常互動的關係 人跟制度有時候很難能夠完全的切割 但是我們還是會強調 制度它是有它一定的一個重要性 那麼雖然很多的領導人 他可以樹立一些典範 他可以創下一些先例 但是整個制度的運作的話 還是一個比較長治久安 比較穩定的一個 我們值得信賴的一個 一個可能的方向 它是比較具有高度的可預測性 那麼 我們說過人跟制度呢 往往都是互動的 制度會影響人的行為 人也會行訴 尤其是政治人物 當然行訴 希望行訴一些 他們希望 這個達到他們的一些目標的一些制度 所以這二子之間是一種 非常密切的互動關係 那麼當然這也是我們所說的 新制度論 他跟古典的制度主義 最大的一個差異性 課本這邊也舉了很有趣的一些例子 比如說華盛頓 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並沒有寫總統可以做多久 但是呢華盛頓創下了先例 他做了兩任八年 他就不做了 對不對 那麼 當然 美國憲法沒有寫總統可以做多久 而當時美國的立國之初百費待舉 華盛頓又那麼受人望 並且年紀也不大 所以只要華盛頓點頭他願意做第三任 沒有任何人會反對 並且他非常輕易的將會連任 可是華盛頓就強調他要建立制度 憲法裡面沒有寫 可是他認為做八年就夠了 沒有任何的政治人物是非他不可的 沒有任何的制度會因為一個人的離開而崩潰了 如果說任何制度因為人的離開就崩潰了 那個制度絕對有問題 所以華盛頓相信嘛對不對 就算是他能夠清廉致辭 他做了八年他不會腐化 可是他也不能保證他下面的人 跟著他的人八年之後會不會腐化 因為我們知道時間越長 往往呢必命就會越多 所以華盛頓很堅持的決定 雖然沒有任何人會反對他繼續連任 他就是堅持做八年 所以他創造了制度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這是很微妙的關係 許多政治人物他會立下典範 但是我認為美國的這個制度呢 總統不得連任第三任的話 除了華盛頓之外 第三任總統傑夫遜也很重要 因為否則這可能只是華盛頓個人的一個特例 如果從此之後的總統沒有一個人遵照這個原則的話 其實他就不會成為一個制度 所以華盛頓呢做了兩任八年 他卸任了回維吉尼亞去種田去了 不是種田了 回當農夫去了 那麼他的第二任就是當時他的副總統 就是亞當斯 亞當斯呢只做了一任四年 就被擊敗了 他想做第二任做不了 那第三任就是傑夫遜嘛 傑夫遜也堅持他只做兩任 兩任八年 第一任做了八年 第三任做了八年 從此之後就是建立了慣例 有兩個以上才會叫慣例 一個的話那就叫特例 所以我個人認為華盛頓跟傑夫遜 共同創造了美國總統 只能夠做兩任八年的憲政慣例 憲法並沒有規定 也因為沒有憲法沒有規定 所以呢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被羅斯福佐打破 羅斯福佐的第四任 他的理由就是因為戰爭時候 不要輕易換這個國家領導人 而當時美國人也接受了 所以能夠讓他選上了第三任 讓他選上了第四任 而第四任死在任上 然後呢二次大戰結束了 美國人馬上修憲 增加這一條 總統最多做兩任 從此之後就不去慣例了 已經成為美國憲法 證修條文裡面明文規定的東西 那麼所以說這個個人的一個典範 當然也可能會未來的制度 會形成一個重大的一個影響 同樣的我們課本這邊提到 像是這個 這個愛德禮 這個 對不起不是愛德禮 這個愛德諾 這是當時希德的 這個首任的總理 那麼愛德諾所立下的典範 也使得一直到今天為止 各位二年級上 比較政治就會交這個部分 愛德諾所立下的 目前的德國的這個 這個憲政運作呢 使得我們稱為叫總理式的民主 什麼叫總理式的民主呢 就是雖然德國 西德到現在的德國 它是一種內閣制的國家 可是你可以發現 德國的內閣制的運作 跟其他英國法國 對不起 日本的內閣制不太一樣 最大的差別是 德國的內閣制 我們時常被稱為叫總理式的內閣制 總理式的民主 因為總理本身 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當然他的憲法 設計上也給予他的總理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位 那麼比如說他一個所謂的 以後各位會念到 建設性的不信任投票 制度等等這些東西 那麼另外一個典範 除了愛德諾在德國 所樹立的一種 總理的一種新典範之外 像是這個 戴高樂 那麼戴高樂呢 他所創造的第五共和 也使得總統的角色在第五共和之下 被極度的凸顯 從此之後我們可以知道 法國的第五共和 他的總統的角色 雖然叫做雙首長制 叫做所謂的 左右共... 所謂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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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總統制 但是總統的角色 事實上 戴高樂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先例 也造成了在法國的第五共和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種地位 所以我們說過 人跟制度之間的互動呢 在這個制度的規範之下 往往都是值得 我們來進一步思索的一些問題 61頁的下半段 這邊又出現一個 classic work 61頁的那個部分 我們就不討論 effective跟weak 跟那個failed state 我們就不介紹這個部分 那61頁的這邊 談到亞里斯多德的六種 所謂的政府體制的一個類型 這個我們過去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們過去曾經先介紹過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把它跳過就不再重複了 各位自行再複習一下就好了 請各位翻到62頁 我們剛才一再強調 制度跟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那麼國家他作為一種 一種所謂的 制度性的一種權力 那麼他是透過許多的一些 這個憲法的規範等等 所逐漸 這個創造出來一種統治機構 那麼所以呢 從某種角度而言的話 憲法 他本身就是一種制度 那麼但是呢 還是我們特別的強調 他會逐漸逐漸的成長 所以我們如何來看到 不同的國家這種權力結構 他如何來分類 這是來了解一個國家的政治運作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還是一再強調 光從憲法的規定 來了解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 是不夠的 那麼實際的人之間的運作 才是一個關鍵 有時候呢 憲法的條文的解釋 從舊制度的觀點 這是一個主要研究的焦點 但事實上他不見得能夠完全一虧 這個國家真正政治運作的全貌 最明顯的例子像台灣就如此嘛 我們憲法 五十三條寫得非常清楚啊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 好像在台灣沒有人相信嘛 對不對 行政院長是國家最高的行政首長 也沒有人相信啊 我們大家都相信 總統才是國家最高的行政首長對不對 我們民選出來的總統 他沒有權利 那我們選他幹嘛 管你憲法怎麼寫 反正總統就要有權利就是了 所有事情做不好都要罵總統 對不對 大小事情總統都要負責 所以 實際的一個政治文化 或是我們對於政治的認知 事實上他跟憲法規定不見得完全一樣 但是無論如何 從政治規範 從制度面來切入 仍然是我們要了解 一個國家的實際的政治運作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面向 所以當然關於其他的問題 政治文化 政治社會化問題 以後我們還會討論 但是在這一章裡面 我們從國家 仍然是從回到 所謂的古典的制度主義 我們先從所謂制度面 來加以介紹 當然我們說過呢 國家的一種 所謂的權力的安排 制度的安排呢 最重要的面向 這兩個面向呢 在這一章裡面會來加以介紹 第一個呢叫國體 第二個叫選舉制度 可是課本呢 對於國體的部分 寫的不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提醒各位 未來的三週的上課裡面 在這些部分呢 我們會做大量的補充 黑板上的補充 請同學務必 就算為了期末好好了 務必要好好的 認真的做筆記 或了解我們上課所說的東西 我們會跳脫課本的內容 依照課本的架構 但是我們會做非常多的一些補充 首先呢我想我們來介紹 按照課本的內容的話 從62頁 他這邊首先介紹一種國體 各位看到62頁的最後一段 Monarchy跟Republic 君主制跟共和制 但是這邊他只是非常簡單的 做一個交代 我想這是不夠的 然後呢到了63頁呢 他又開始介紹 所謂單一國 聯邦制度等等 那麼我們比較有系統的 將這些所謂的國體 在黑板上把它做有系統的 符合政治學常用的一種方式 把它整理出來 比較完整性的介紹給同學 所以這個部分呢 課本又提到 但是我們在黑板上 把它重新整理 來跟同學們共同做一些討論 我們首先來介紹的 就是所謂的國體 這一章裡面 我們主要做的是探討國體 還有選舉制度 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一種權利的安排 那麼政體我們剛才說過呢 政體的部分的話 我們以後還會逐漸逐張的來討論 內閣制啊 總統制啊 等等半總統制的東西 國體英文就叫 form of state 國家的體制 顧名思義 從英文很清楚嘛 國家的一種形式 國家的體制 政體是form of government 政府的體制 叫政體 其實當然在最早 像古希臘時期 像亞里斯多德那個時期 其實國體跟政體 是沒有太大區分的 這個國體跟政體把它分開來探討 主要是從大概十七 十六世紀的一個人叫布丹 一位政治哲學家布丹之後 才開始有所謂的國體跟政體的 這種區分 大概從十六世紀的布丹 開始我們政治學的討論裡面 才會把所謂國體跟政體的區分 分開來看 那當然我們說過呢 簡單的說 國體就是國家的體制 政府就是政府的體制 當然政府是構成國家的重要要素之一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 在很多情況之下 國家跟政府可以畫上等號 可是很多情況之下 不見得是完全一樣的 那麼我們在這一章裡面 首先所探討的是國體 基本上在政治學裡面 區分國體有兩種主要的區分方式 在一個人說的區分方式 在一個人說不定 一個人說不定 適合總統的區分方式 然後是在某旅程中 在某旅程中 就有很多人說不定 到底是在某旅程中 全都是在某旅程中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政治学里面呢 我们如何来将国体进行分类 这个所谓form of state进行分类 那我们常见的有两种区分方式 一种呢是以国家元首 我们所谓的chief of state 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来区分国体 另外一种区分方式呢 是以政治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方式来区分 这是两种最常见到的区分国体的方式 第一种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说明 以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来区分 我们将国体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一种叫做君主国 一种叫共和国 另外一种呢 以政治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方配来区分的 就是课本这边所说的 我们分为单一国 联邦国 邦联国 等等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具有非常创意的 创作很多新的一种方式 这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个 以国家元首产生的方式来区分的国体 主要两大类 这就是课本六十二页这边所谈到的 两种区分国体的方式 一个叫monarchy 一个叫republic 那什么叫君主国 君主国简单的说 就是指着国家的元首 是由世袭的君主担任 国家的元首是由世袭的君主担任 即使使用 prosperous何zi diamonds 这里是由世袭的第一uld 员 岁国家的元首 这里是 nas载的 雷 我們首先要說明的是 國體跟政體之間的關係 或這兩種國體區分方式之間 並不具有排他性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以國家元首的方式 來區分 我們分為君主國跟共和國 如果以政治權力在中央跟地方的 分配方式來區分 我們可以分為 等一下介紹 叫單一國 聯邦國跟邦聯國 那君主國裡面 它有可能是單一國 君主國的國體 有可能是單一國的國體 像英國 對不對 而君主國裡面 也有可能是聯邦國 或者邦聯國的國體 中間不是互斥的 同樣的 共和國裡面 它也可能是單一國 也有可能是聯邦國 等等 這是不一定的 共和國單一國 這兩種國體是可以並存的 像是法國 那共和國裡面也可能是聯邦國 像美國 像德國 都是如此 所以這兩種國體之間 它又是同時存在的 不是說互斥的 這是第一點要說明 而當然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以後要介紹這個所謂的政體的時候 那麼我們剛才說過 像總統制 內閣制等等 這個跟國體之間也是交互 交互存在的 君主國之下 大概幾乎都是內閣制 這個比較確定 君主國很難有所謂的總統制 對不對 但是在共和國之下的話 它也可能是內閣制 也可能是總統制 也可能是半總統制 那在單一國之下 也有可能是內閣制 也可能是總統制 這都不一定 當然也有可能 不是說君主跟共和 就一定是民主或獨裁 如果從另外一種制度區分的方式的話 君主國之下 有可能是民主的 像英國 日本 也有可能是獨裁的 像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國家 等等 對不對 同樣的共和國之下 也有可能是民主的 像中華民國 也有可能是獨裁的 像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是共和國 對不對 所以當然都是存在 所以這名詞之間 我們先讓同學瞭解 它中間都是交互存在的 並不具有相互的一種排他性存在 那好 我們現在這邊所說的 第一個呢 君主國 君主國基本上的話 Monarchy 它是由元首 是由世襲的君主所擔任 那麼所謂的世襲君主 我們所謂的 Iradiatory Monarch 所謂的世襲的君主擔任 事實上我們可以了解 這種所謂君主國的國體 由世襲的君主擔任 在人類歷史上 如果我們放長來看 整個人類的政治史上 那麼它曾經是最常見到的 國家形態 共和國的國體 是從18世紀末 美國之後才開始出現 當然人類史上早期 也有一些所謂的短暫的 所謂的共和啦 可能那樣子的共和 跟今天的意義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麼 好像羅馬的時期等等等等 好 有少數的那種被稱為共和 但是那意義是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所謂的共和 好 就是所謂的元首 是由人民以直接或見決的方式 選舉出來這種共和的話 是從1789年 美國選出了華盛頓總統之後 才開始出現 所以人類實際上 大部分的歷史上 都是君主制 好 無論中外 好 都是由世襲的君主擔任 但是呢 到了今天 21世紀的今天 在190幾個國家裡面 還是維持君主制的國家 已經成為少數了 好 已經成為這個少數了 那麼根據我所查到的資料 再提供各位做一些參考 目前君主制的國家 只剩下43個國家 這個數字是我目前查到的 當然有可能會有一些調整 會有一些變動 但是我所查到的資料裡面 目前君主制的國家呢 全世界只剩下43國 而這43國裡面 真正由國王直接做國家元首的 只有27個國家 好 包含像是英國 英國女王 日本 日本天皇 泰國 對不對 泰國的國王等等 直接由國王就作為國家元首的 大概只剩下27國 我們中國有可能變動了 好 比如說兩三年前那時候 尼泊爾從君主制走向共和制了嘛 廢除了這個君主等等 那麼當然這會有一些調整 但是目前有27個國家 另外的 所謂被稱為君主制的 有17個國家屬於大英國協的國家 他們仍然奉英國女王 為形式上的國家元首 好 目前大英國協呢 總共有53個國家 這53個國家我們知道呢 大部分都是英國的前殖民地 53個國家裡面呢 有50個國家是原來英國的殖民地 好 那麼 所以呢 占了不少耶 全世界大概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家 屬於大英國協的會員 什麼叫國協 我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一下 它不是一個國家 它只是一種俱樂部 Club而已 我們這樣說了 大英國協目前53個會員 那其中50個是前英國殖民地 所以大部分是英國的前殖民地嘛 過去也有特殊的歷史 政治 文化的關係 還是獨立之後繼續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其中這53個大英國協的會員國裡面 有16個國家仍然奉英國女王為形式上的國家元首 然後由當地 就是派一個形式上的一個代表這個國家稱為叫總督 總督 舉例來說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呢仍然奉英國女王為形式上的國家元首 英國女王派一個總督作為澳大利亞本身的國家元首 可是呢 事實上他沒有任何權利 我們知道英國澳大利亞現在是實施的是內閣制 對不對 澳大利亞的總理 他的政府的首長才是真正澳大利亞最有權力的人 但是他們形式上他們還是奉英國女王為元首 然後英國女王派一個總督在當地代表這個澳大利亞 行使一些國家元首的一個權利 可是事實上他們是由澳大利亞總理來 實際上我有最大的政治權利 所以澳大利亞這幾年一直有個辯論嘛 他們是不是要廢除君主制走向共和 但是每次討論都無疾而終 前陣還又討論出來 他們是不是要公投 把英國女王正式的趕走 然後他們自己成立一個共和國 就選出一個總統就不叫總督 我們知道以前過去香港 英國的殖民也有個香港的總督 對不對 等等等等 所以這些仍然被稱為叫君主制 可是真正直接的一個國家 日本英國的話就27個國家 還有16個是屬於大英國協的某些國家 可是不是所有大英國協的國家 目前都奉英國女王為國家元首 好 這是一個部分 那麼當然在這些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君主制的國家裡面的話 國家的元首在某一些國家裡面 他有可能是所謂的虛偽元首 有一些國家呢 他國王仍然具有實際的政治權利 所以在政體部分 我們又可以再區分了兩種 我寫在黑板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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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不起那邊字有寫的比較小了 我把它唸一下好了 那麼在所謂的君主制的國家裡面 元首由世襲的君主擔任 那麼又可以區分了兩種次類型 一種呢 我們稱為叫constitutional monarchy 我們稱為叫做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的一種國家 所謂的君主立憲的話 簡單的說 國家元首他只是形式上的一個國家的代表 我們稱為叫虛位元首 國家的這個國家的國王 他只是一個我們稱為叫title head 他只是個虛位元首 當然比較明顯的例子 像是英國女王 像是日本的天皇 對不對 他們實施君主立憲 然後呢 國王仍然存在 可是國王只是一個虛位元首 所謂虛位元首就是指的什麼樣 他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 政治權力主要是操縱在 所謂的premier或是prime minister的手上 大哥 非常感謝 說 你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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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君主立憲的國家呢 我們說國王他只是形式上代表國家 但是他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利 我們稱為叫Title Head 我們稱為叫虛偽元首 我每次講到這邊都要忍不住說一下 請注意虛偽是這個位 你不要選成這個位 不過考試考試你寫這個位的話一定零分 他沒有權利已經很可憐了 但是他不是假的 不是虛偽的元首 那麼虛偽元首 那麼政治權利實際上是掌握在 我們中文裡面俗稱叫做首相 就是君主制之下的那個行政首長 我們習慣都稱為叫首相 就Premier或者是Prime Minister 這也是我們中文的奧妙 你可以發現呢 內閣制之下如果是在君主制的國體的話 內閣制之下的這個行政首長 在君主制之下我們稱為叫做首相居多 而在共和制之下的內閣制的國家那個政府首長 我們多半稱為叫做總理 英文是一樣的 英文都一樣叫Prime Minister 可是呢如果說君主制之下你稱為總理 就是看習慣有時候不太習慣 比如說英國首相 你不會稱為叫英國總理 你聽過嗎 沒有 對不對 日本什麼 首相 你不會稱日本總理 怪怪的 可是有例外 我只是說一般 但不是絕對 這也是中文另外一個奧妙 泰國 泰國是什麼 泰國不是君主制嗎 可是習慣我們都稱泰國總理 不是稱泰國首相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可是呢相對的 共和制之下的那個內閣制之下 最高行政首相 我們稱為叫總理 這個就沒有疑義 比如說德國 對不對 德國它是共和制嘛 對不對它已經沒有國王了 所以德國的最高的行政首相 我們就稱為叫做總理 以色列總理 印度總理 如果你現在還稱為德國首相的話 別人就以為你在十九世紀 還在俾斯麥的時期 對不對 那個時候叫首相 可是現在的話都稱為叫總理 這是一個區分 共和國的內閣制之下的最高行政首長一定叫做總理 可是在君主制的內閣制之下的最高行政首長的話 大部分我們稱為叫做首相 可是有少數的還是稱為總理 有少數例外 只是這樣子來做區分 應該很清楚吧 不會弄混了 那麼這是我們所說的君主制之下的話 第一種叫君主立憲 他是虛偽元首 政治權力實際上是掌握在首相的手上 而另外的我們稱為叫做autocratic monarchy 我們稱為叫做君主專制 好 君主專制 所以君主專制就是指什麼 這個國家元首 這個國王他不是虛偽元首 他仍然掌握有實際的政治權力 仍然掌握有實際的政治權力 所以我們稱為君主專制 那這種國家現在還有沒有 當然還是有 只是不太多了 不太多了 那麼在目前27個國家裡面的話 大部分的國家走君主制的 大概都已經是君主立憲了 國家只是虛偽元首 什麼瑞典 荷蘭 英國 日本都是如此 泰國有點中間 因為泰國的國王普美鵬 大部分情況他是不問世事的 可是每次有重要事情的時候他還是會出來 因為他很受民眾愛戴 所以他最後做定奪 比如說每次首相該不該下台 總理該不下台的時候有沒有 知道什麼藍軍 這個黃山軍 紅山軍 鬧來鬧去的時候 虛本虛最後都會 當然不是民視 但是會暗示的支持哪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泰國的國王 在某種情勢之下的話 他跟軍方之間的默契 還是對於泰國政局是有所影響的 只是不是明白的這樣子 但是呢 像英國 瑞典 荷蘭 日本的話 基本上國王是完全沒有權力的 但是仍然有少數的君主制的國家 是屬於叫做君主專制的 國王仍然掌握有實際的政治權力 舉例來說 沙烏地阿拉伯 那麼約旦 科威特 阿曼 卡達 怎麼都在伊斯蘭世界 大概都是這些國家 那麼目前像沙烏地阿拉伯 約旦 科威特 阿曼 卡達 這些國家的話 國王仍然掌握有實際的政治權力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叫做 所謂的君主專制 我們實際上說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 現在表示成什麼意見 那麼沙烏地阿拉伯的總理 或者是首相就不是那麼重要 國王還是直接的領導 實際的政治運作 好 這是我們介紹的第一種國體 稱為叫君主制 當然我們說過呢 這曾經在人類的歷史上 它是一種最重要的國體的一種形式 但是今天來說已經是非常罕見 只有四十多個國家 真正嚴格說的就是27個國家了 而這27個國家裡面的話 真正國王掌握權力的已經是非常非常少 可能只是個位數而已了 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國體 我們稱為叫共和國 從1787年美國制限 1789年選出第一個共和國的總統之後 當然未為封上 那麼兩個世紀以來 大部分的國家都仿效這樣的制度 那所謂的共和國的話 簡單的說它的定義就是指著 國家元首是以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方式 選舉出來的 當然我們再強調 共和國它只是代表一種國體的形式 只是指著國家元首不是由世襲君主擔任的 可是共和國並不意味著它就是民主國家 共和跟民主之間不完全化上等號 所以我們剛才說我們共和國之下有民主的 像中華民國 也有獨裁的 像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的英文都叫做共和國 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共和國只是指著國家元首 是以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方式選舉出來的 那麼中華民國它的英文叫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按照字面上翻譯就是叫做中華共和國 Republic就指著共和國嘛 那什麼叫Republic 就是指著國家元首不是由世襲的君主擔任 相對的過去清朝 我們現在的國家元首是由人民選出來的 過去是間接選舉 現在是直接選舉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它的英文叫做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它也是共和國 它現在國家元首是叫什麼 國家主席 就是國家主席嘛 現在是習近平 對 它是全國人大選出來的 它只是間接選舉嘛 所以它還是共和國 中共並沒有君主嘛 對不對 現在沒有國王 所以呢 它還是共和國 那麼 當然聽說這是毛澤東最 最後悔的事之一 就是改朝 他們就存著改朝換代的心理嘛 1949年之後 好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英文叫做Peoples 在Republic of China前面加一個Peoples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後來人家想說 如果他們繼續沿用中華民國 英文繼續叫Republic China 那 那我們怎麼辦 那只好真的叫台灣了 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 這是毛澤東那 存著改朝換代的一個想法 如果他們繼續只是 因為他們不是說把中華民國消滅 繼續中華民國去守下去 只是換政黨執政的話 那我們這邊真的是 國民黨真的是無地自容 這是 據說是一種 這個 當時的一種這個想法 可是無論是ROC也罷 無論是PRC也罷 都代表著這叫做共和國 國家元首是由直接或者是間接 直接間接都有可能啦 那麼包含美國 他是共和國 可是美國的國家元首 我們說過到今天為止 他還是間接 對不對 然後呢 像是德國 以色列 印度這些國家 實施內閣制的國家 國家的元首大部分 都是由間接選舉產生的 都是由間接選舉產生的 那麼 我每次看到ROC這個字 我就想到一個 我以前小時候玩的遊戲 誰跟你玩RO ROC大寫叫做中華民國 小寫是什麼 ROC 我們大學的時候 時常玩的遊戲叫做 Scrambles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玩都是 線上電動遊戲 我們那時候叫做 就是從這個袋子裡面 說出一類字母有沒有 拼字 然後呢 越罕見的字 能拼出來 分數越高嘛 或把別人的字吃掉更高 比如說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字叫做elf 哇 這叫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們背了一段很奇怪的字 elf是什麼 叫做法國森林中的小妖精 然後呢 拼個elf好高興喔 終於找出三個字母 然後別人前面加一個S 哇 分數全部他得了 然後另外一個人再拼個這個 分數得得更高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因此背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字 所以背了個叫ROC 叫ROC 這個字呢 小寫的意思叫做 阿拉伯傳說中的大怪鳥 不信 查查看 請注意 所以ROC一定要大寫 千萬不能小寫 小寫的叫阿拉伯傳說中的大怪鳥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個課繼續下一個探討 我們在上堂課呢 介紹國體 那麼我們說過呢 國體大概有兩種主要的區分方式 一種是以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來區分國體 那麼我們可以將國體呢 分為所謂的君主國跟共和國 另外一種呢 是以政治權力在中央跟地方的分配方式來區分 我們可以將國體分為單一國 聯邦國 邦聯國等等 那麼在上堂課呢 我們首先介紹的是就是以國家元首 這個產生方式來分的話 我們分為君主國 那君主國之下 當然可以進一步再區分為所謂的君主立憲 或者是君主專制 那共和國的話基本上就是以國家元首呢 它是以人民以直接或者是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 我們說過不見得一定要直接選舉 間接選舉也可以 那麼來 但是國家元首 反正不是由士奇君主擔任的 我們就稱為共和國 英文就是republic這個字 所以你看他 目前的話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一百多個國家 大概都是共和國 你看他國名裡面 往往也都會有republic這個字為代表 那麼我們說過包含中華民國在內的話 我們的英文也是republic of China 對不對 那麼君主我們說過呢 共和國之下同樣的 他有可能是民主的國家 也有可能是獨裁的國家 他有可能是總統制的國家 也有可能是內閣制的國家 也有可能是半總統制的國家 都有 所以他也可能產生不同的一些政體 所以國體跟政體之間呢 是必須要把它區分來看的 那麼比如說這個國體跟政體的重要性 事實上呢 從很多地方可以顯現出來 舉例來說 如果各位看中華民國憲法 當然這也不只中華民國憲法 大部分國家憲法都一樣 他在第一條就會明文的 標示出這個國家 是屬於什麼樣的國體 或者是政體 比如說很多國家的話 憲法裡面第一條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君主制的國家 國王為國家元首等等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說什麼呢 各位會記得嗎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 為民友 民治 民想 知 民主 共和國 第二條是中華民國之主權 屬於國民全體等等 你們沒有背過嗎 沒有 你們是念哪一國憲法 好 我們這個 但是請注意 你看看你仔細來推銷一下第一條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 為民友 民治 民想 知 民主 共和國 你不覺得這一條滿 滿長的嗎 罪字滿多的 當然有些人會有意見啦 比如說第一個呢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 當然說三民主義是我們中華民國 立國的精神對不對 可是當時在民國35年制限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一些政黨是不同意的 因為那時候說三民主義就是國民黨的 這個黨綱嘛 放到憲法裡面 放到國家憲法裡面 事實上向共產黨後來退出嘛 他認為說這個東西為什麼要放進去 等等 當然現在已經放進去了就不管 那中華民國除了基於三民主義 後面那一段也滿有趣的 為民友 民治 民想 這是幹嘛 民友 民治 民想是一個外國元首說的話 林肯嘛 對不對 你把一個外國元首說的話 放在你憲法第一條 這什麼意思啊 也滿奇怪的 其實第一條的最重要的重點是後面那五個字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 為民友 民治 民想 之 後面那五個字叫民主 共和國 民主代表我們的政體 共和國代表我們的國體 所以如果我要寫這一條的話 第一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就是 中華民國為民主 共和國 就好啦 其他全部可以刪除 那麼中華民國為民主 共和國 民主代表我們的政體 共和國代表我們的國體 第一條非常清楚的捷豬 中華民國是一個民主的政體 共和國的國體 那時候就夠了 其他呢就是政治的妥協之後的東西了 所以第一條就是 但是重點就是在我們 就是我們第一條就很清楚地指出來 我們是一個共和國的國體 那這個我們剛才說過呢 在共和國之下的話 它有可能是不同的政體 政體當然有很多不同區分方法 有一種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跟獨裁的區分嘛 它一種就是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內閣制 總統制的一個這個區分 那麼像我們剛才說過 在君主制之下的政體 一定都是內閣制 只要它是君主立憲的話 一定都是內閣制 但是在共和國之下的話 它的政體可能就有很多種形式了 從內閣制到總統制到半總統制 到瑞士的委員制都有可能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呢 共和國之下的內閣制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德國 基本上呢它的元首也是虛位元首 這區分總統制跟內閣制 最重要的主軸之一嘛 就看國家元首是不是虛位元首嘛 所以說大部分的國家 共和國的國家 如果它實施的是內閣制的話 它是虛位元首 基本上絕大部分 它的國家元首呢 就不必不需要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所以你看看像德國 以色列印度這些國家 國家元首大部分都是由國會選出來的 它不需要 那何必勞師動眾呢 對不對 何必要全國人民普選出一個虛位元首 選出來啊 做個沒有權利的人 那也滿奇怪的 所以各位記住 在共和國之下的內閣制 只要它是內閣制的話 它仍然有國家元首 可是這個國家元首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必要是用直選產生 只要直選 其實比正各位可以了解 這個國家元首只要直選 它就不可能虛位 不僅是在台灣 世界各國都一樣 這個國家元首只要是直選 它就不可能完全的虛位 當然權力的大小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要做的虛位就會滿困難的 當然像一般來說的話 共和國之下的內閣制的話 我們也只知總理齊名 根本不曉得總統是誰嘛 隨便問一個 請問各位 德國總理是誰 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德國總統是誰 三個字錯 沒有人知道嘛 對不對 他是虛位元首嘛 誰知道他是誰 我寫在黑板上 提供各位做個參考好了 我特別去查的 目前德國的總理 全世界有名 頂頂大名 大家都知道 梅克爾 德國的總統是他 對不起我不會唸 前面的first name 我不會唸 後面last name 姑且叫高克吧 高克 德國總統高克 你可能明天又忘了 那麼 所以因為他是虛位元首 代表只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象徵 所以基本上 總理 像我們說德國 以色列總理很有名 可是總統不知道 印度總理 印度總統也不知道是誰 等等 大概都如此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呢 這些內閣制的共和國國家 他的元首只是虛位元首 基本上的話很少 幾乎沒有 大概都是間接選舉 好都是間接選舉 那麼 但是呢 只要是只選 基本上 只選的國家 在共和國之下只選的國家 我們either 把它歸類成叫總統制 or 歸類成叫做半總統制 半總統制 以後我們會講到 半總統制的定義就是 國家元首是由直選產生的 這個國家元首跟行政首長 分享行政權利 然後呢行政首長 必須要對國會負責 這是半總統制的三個定義 這是杜瓦傑提出來的 那台灣完全符合 我們的國家元首 直選產生 我們的總統 理論上跟行政院長 分享行政權利 然後我們的行政院 也要對立法院負責 所以我們完全符合 杜瓦傑的三個半總統制的定義 可是無論如何 無論是總統制也罷 半總統制也罷的話 總統這個國家元首 只用直選 我們剛才也說過 從比較政治的觀點而言的話 直選的總統 基本上就不可能是完全的虛偽 但有人會提出來說 你看看這個愛爾蘭 奧地利 當然還有一個例子叫做新加坡 他們的國家元首都是直選 但基本上都是接近虛偽元首 尤其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話很有趣 他的權力主要是內閣制 基本上他的總理是我有絕對的權力 可是新加坡的總統是直選 直選的總統竟然沒有權力 這個從台灣的角度來想很難思考 我們怎麼可能直選總統沒權力 新加坡就做得到啊 所以說誰說總統直選一定要有權力 但是我們台灣的話 不管憲法上有沒有 總統直選就一定要有權力 這是一個迷思 新加坡的總統基本上 他不是沒有權力 是權力很小 但是像愛爾蘭也是一樣 愛爾蘭跟奧地利還有去 愛爾蘭跟奧地利基本上是半總統制 有人根本就認為他們是內閣制 他們總統權力非常非常小 而更有趣的是愛爾蘭跟奧地利的總統 不僅是直選 還是絕對多數決選出來的 你在台灣說 哎呀我們的相對多數選出來 少數總統對不對 然後統治沒有正當性 要改成直選 改成絕對多數 人家絕對多數選出來就是虛偽元首 所以這個東西在我們比政治上的話 都有很多很多例子可以在討論 我們今天只是丟出來給同學做個思考 那不是我們的重點 那重點回來這邊說 那麼在國體方面的話 我們說這兩種方式 但是共和國當然已經成為21世紀的今天 最多國家所採用的國體 當然他之前我還是強調他有民主的 有獨裁的 他有總統制的 有內閣制的都有 只是國體上的話 共和國國體的話是今天最重要的國體 這是第一種區分國體的方式 那第二種區分國體的方式呢 我們說過就是以權力 一個國家的權力 在中央跟地方之間的分配方式來區分 當然這種國體區分呢 對我們而言可能更為重要 區分為所謂的單一國 單一制的國家 聯邦制的國家 跟邦聯制的國家 當然我們也知道 以台灣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實際上要談我們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未來 未來到底是台灣要走向獨立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還是要跟中國大陸保持某種聯繫 保持某種聯繫 要實施什麼樣的體制 聯邦制 邦聯 什麼國協一大堆 對不對 中華邦聯 什麼都提出來等等 一屋 一個屋頂下 什麼三部憲法 什麼樣的理論都有 但是這牽涉到我們作為國體的概念 所以我們必須先了解國體 才可能再來進一步思考 以後的一些相關性的 對我們非常重要的一些其他的問題 好 那對於另外一種這種國體區分的方式的話 我想借用另外一本書的 因為那本書整理的東西蠻不錯的 我把它整理出來 來介紹國體 可是這個字顯然太小 但是我只是秀給各位看一下而已 那麼兩頁的英文的資料是這本書 這個Densinger的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World 那麼兩頁的東西 他所介紹的就是介紹單一國 Unitary State的概念 然後聯邦制的國家 Federation 然後另外就是邦聯 那介紹比我們課本來的詳細 我覺得整理的比較好 然後呢最後他也一個圖表比較 這三種制度的一些優缺點等等 那 另外我這邊還整理了一份 以前我們系上的老師任德後老師的 對於國寫 另外一個相關概念 國寫的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我把國寫的資料也附在這裡 所以這兩頁的資料的話 同學們麻煩各位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的話 這幾天自行把它印出來 我們今天跟下個禮拜 都會花一點時間來做討論 因為目前這上面的字太小 所以我想 可能 各位可能也看不清楚 我們先把一些重點在黑板上 先把它寫出來 基本上 如果各位看得到吧 應該看不清楚嘛 它分為三種 Three Major Forms 這個所謂的國家的體制 一個叫Unitary State 就是所謂的單一國 第一個叫Federation 就是聯邦 第三個叫Confederation 就是所謂的邦聯 那我們先從單一國開始討論起 好這個關於國體的另外一大類的區分方式呢 我們說過呢 以權力 政治權力在中央跟地方的分配方式來區分 好這也就是課本從六十三頁開始 我們討論完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先把Densic的部分討論完之後 我們還是會回來 六十三到六十八頁這邊所介紹的課本的內容 但是課本內容 我們會做一點點的介紹 但是我們主要是以我們另外發的講義為主 同樣這邊也是介紹單一國聯邦 邦聯這些東西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另外一種區分國體的方式 基本上各位看到講義上所說的 用一個字來形容 單一國他所強調的精神是Heirarchy 是階層 這三種國體我們剛才說是以政治權力 在中央跟地方的分配方式 我們這樣子的寫法事實上是有它的用意的 在單一制的國家裡面 中央政府的權力是最大的 中央政府的權力是最大的 然後到了聯邦制的話 中央的權力跟單一國相比是比較小的 中央跟地方各自有它獨立的權限 而到了邦聯制的話 中央政府幾乎沒有什麼權力 權力主要都是在地方 事實上那些地方就等於是不同的國家 像我們以前介紹什麼日耳曼邦聯 瑞士邦聯 以後面介紹美國的邦聯 在1787年美國制限之前 最早的13週就是以邦聯的形式存在 根本沒有一個中央政府 所以說中央政府權限是從上往下是遞檢的 單一國中央政府權力最大 聯邦國次之邦聯國再次之 而我們說它有一個核心概念 單一制的國家它所強調是hierarchy 階層 什麼叫階層 從上到下 地方政府的權力都是來自於中央 它是一種上下階層關係 所以地方要聽中央的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說明了 這個叫做單一制 當然目前全世界最常接到的國體 就是單一制 包含了像日本法國英國 都是單一制的國家 你說台灣是不是 大哉問 我個人認為台灣是 我們地方政府所有的權力 所有的法律都必須來中央 要立法地發才能做對不對 但是按照國父遺教 按照孫中山的說法的話 我們中華民國先登起制叫做軍權制 有沒有聽過這個概念 所以呢 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強調的話 我們既不是單一制 也不是聯邦制 也不是叫做邦聯制 我們是軍權制 但有人會認為說 我們的所謂的軍權制 比較接近於聯邦制 如果看原來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 哪些權力歸中央 哪些權力歸地方對不對 哪些是由中央立法 地方執行 哪些地方來立法可以執行 等等等等 分得很清楚 有點像是聯邦制 可是孫中山先生說 我們不叫聯邦 我們叫軍權 可是事實上我們到了今天 我們知道像台灣 實際的狀況 我想大部分人都同意 我們目前就是單一制 並且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制 我們的中央政府權力很大 所以這個答案如果要考試的話 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各種一定的說法 我們到底是軍權制 還是單一制 還是聯邦制 這是一個正義了 學術界也沒有定論 但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單一制的 實際的 實際上是比較接近單一制的一個運作 那軍權制的話 我想各位應該還記得嘛 我們孫中山先生說的 什麼叫軍權制 凡是具有全國一制之性質者歸中央 凡是具有地方 因地制之性質者歸地方 这叫军权 可是实际运作真的很困难 真的会蛮困难的 比如说教育 教育到底是具有全国一致之性质 还是具有地方因地制宜的性质 比如说各位我们都了解 目前的地方政府 台湾各县市负担最重的 就是教育方面的人事经费 所有的中小学 我们是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所有中小学教师的薪水 全部都地方政府支应 可是难道九年国民教育 可以因地制宜吗 各个县市可以不一样吗 当然应该具有全国一致之性质吗 那为什么不是教育部支付钱 那为什么是地方政府 因为教育基本 所以九年国民教育属于地方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过真的很难 你说全民健保 难道各个县市可以自己来 来玩自己的健保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前一阵子 比如说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欠什么中央的健保费等等 都引起了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理论上具有全国一致性质者归中央 具有因地制性质者归地方 理论上当然是可以想象得到 但是实际运作上的话 尤其在现在的话 这种所谓的犬牙交错 其实很多权力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来做所谓的军权的一种划分 好这是我们 这个问题我想不放在我们这边讨论 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所说的 那我只是说啦 我们在中华民国的体制的话 你可以说它是军权制 按照国父一教 你也可以说我们的宪法实际的运作 比较类似于像联邦制 可是事实上的话无论如何 我个人会强调 我们目前是比较接近单一制 我们目前台湾就算是地方自治 可是所有的法规都是由中央授权 中央立法院没有通过什么 地方就不能做 连财政收支划分都要中央通过 地方才能够征税对不对 过去我们可以选省长 中央通过了 这个所谓的地方自治法 那么台湾可以选省长 后来中央立法院把这个法律取消了 那地方就不能选了 所以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由中央 由行政院来统筹分配 由立法院来通过相关法律 所以我们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们无论如何是比较接近单一制 地方政府的权利都来自于中央的授权 好我们现在就个别的 对这三种体制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我们说过单一制 目前这是全世界最常见到的一种政体 大概全世界超过70%的国家 这个各位如果印了那个讲义上面都有写 超过70%的国家 目前都是属于叫做单一制 什么叫单一制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强调好几遍的 中央政府拥有所有的正当权利 我这是把这个讲义上的课文念的 你们印出来看就知道 这个central government holds all legitimate power 中央政府拥有所有的正当权利 那么地方政府的权利都是来自于中央的授权 换言之所有的地方政府 我想无论从英国日本法国到台湾都一样 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下属单位 派出机关或者是分支单位 甚至只是执行单位 中央跟地方之间是有非常清楚的上下之间的一种阶层关系 我们所说的haraki 中央给你多少权利 你只有多少权利 中央随时可以把你收回来 地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权利的存在 地方政府的权利呢 法源都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予 他可以随时取回来 我们说过全世界目前有70%都是属于这种状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某种程度的所谓的地方自治 包含台湾在内 可是我们说过很多的地方自治 他终究他的法律基础还是来自于中央的国会 所通过的相关法律 国会愿意给你多少 让你有多少权利范围自治 你就能够这样自治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选省长选县长不是地方自治的范围吗 按照县法里面规定 中央立法之后你就可以选 中央把这法律改了你就不能选 所以连这个选省长的权利 像台湾省要选省长的话 都是来自于立法院的权利的赋予 你才能够做这样的地方自治的事项 那我们现在县市长啊 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 也都是中央所通过的地方制度法 对不对 规定你地方议员 每四个里面要有一个女性等等 全部都中央通过的 中央通过怎么样 怎么样通过怎么样的法律 地方就怎么样选 所以我们所谓的地方自治 相当程度还是受到中央法律的一个规范 这个我们称为叫单一国 所以概念很简单 中央政府拥有所有的正当性的权利 地方政府权力的多寡 完全是中央授予的 你给你多你就多 给你少你就少 就这样子 那么当然它有一些优点 它最主要优点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的hierarchy 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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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层的这个权威 那么所以相对而言 相对啦 我只是说相对 相对而言比较不容易产生 所谓的中央跟地方之间的一种僵局 不容易产生僵局 那么尤其在权力的划分上 因为地方都是中央授权下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有僵局的话 当然中央去修改法律 也可以取消你这样子的权利 那么像我们在台湾 现在每个直辖市市长 都在哭穷 都在闹穷 可是终究还是要等中央 看怎么样统筹分配 财政收支划分 怎么样弄才能够做 它叫归叫 炮打中央归炮打中央 像我们台中市的胡志祥最喜欢做这个事 但是无论如何 你还是要等着中央点头才可以 才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所谓的阶层的权威之下的话 比较我只是说相对而言 比较不容易产生中央跟地方发生严重的 这种权力上的一种僵局的局面 而大部分的调查也可以发现 其实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民众也比较认同这样子的一种 由上往下的这样子的权力结构 这种阶层政治 那么 比较能够得到中央的认同 然后当然所谓的负责 责任政治也比较容易弄得清楚 反正都是中央负责嘛 对 一般民众也知道 到最后就是找中央政府要负责等等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是所谓单一国的 单一制的一个优点 当然它有很多的缺点 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加以比较说明 这是第一种 我们称为叫单一制 像我们说过 目前全世界大概超过70%的国家都采行 第二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叫做联邦制 它比较复杂一点 什么叫做联邦制 我们这边写的Federal State 各位看在讲义上写的Federation 一样都没有关系 无论称为叫Federation 或者是Federal State 它的概念事实上是指的这样子 是指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权力 与功能在宪法中 都有明确的区分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你们各自有什么样的权力 你们各自要负担什么样的功能 在宪法里面是规定的清楚 换言之呢 各级政府的权力 是一种分享的状态 哪些属于中央的 哪些属于地方的 是在宪法里面规定好的 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 不是来自于中央的授予 而是来自于宪法之间的赋予 这是所谓的联邦制的这个概念 地方政府像以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联邦制国家 它的各州的权力 不是联邦国 这个中央给的 是来自于宪法的规范 并且各位都知道 美国宪法其实规定很清楚 哪些属于中央的 哪些属于地方的 当然这个在制限的时候 可能有重大辩论嘛 所以联邦派跟访联邦派 有些人认为应该存在一个 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 有些人认为是地方政府 应该拥有比较多的权力 因为当时13个州 就等于13个国家嘛 他们不愿意权力 都给地方拿去 所以后来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 赞成地方政府 拥有比较多权力的人获胜 然后大部分权力保留在地方 所以呢 在美国宪法里面规定很清楚 哪些属于中央 比如说我们知道国防 外交 这个要给中央去做 那哪些属于地方 在宪法里面规定很清楚 并且美国的宪法 有一条弹书 如果宪法里面没有规定的 因为未来发展谁知道 对不对 一两百年之后谁知道 所以呢 凡是宪法 没有规定到的权力 全部保留给地方 全部保留给地方 当然后来很多国家的发展 不太一样啊 比如说过去的南非的宪法 它就有个宪法里面就规定 凡是宪法里面没有规定的 全部保留给中央 那是另外一种思维 但是呢 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就很清楚的规定 哪些是你中央拥有的 哪些是你地方 就是这种拥有的 你们没有写到的 全部保留给地方 好像它是个非常偏地方的一种思维 所以它中央跟地方权力 是非常清楚的 划分的 我地方有这个权力 我就是最高的执行者 我不必一天到晚看中央的脸色 这是宪法直接给我的 这是跟单一制完全不一样 我们举例来说好了 很多我们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说 如果各位曾经去过美国 大概也会体认到 像以前我在美国念书 诸国若干年 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国家 很多的东西是跟在台湾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美国每个州 它有很多自己的法律 我们就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说好了 像是每个州 它有自己的交通规则 台湾的话 不可能每个县市有自己的交通规则 开玩笑 都一样 美国每个州不一样 比如说以前我认识的地方叫德州 德州的交通法规规定 红灯一律可以右转 可是我们隔壁的州叫路易西安那州 就是上次风灾吹的那个地方 那么他们规定红灯不准右转 可是这发生很有趣的事情 你在德州考上来驾照 你很熟悉德州的交通规则 有一天你开去路易西安那去牛奥连玩 到牛奥连你看到红灯你右转 马上被警察抓 然后开罰单 你说我是从德州来的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 对不起你来到我们这个州 就要了解我们州的法律 不了解是你家的事 当然很多人接到罰单 离开了路易西安那 就把罰单丢了 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你也罰不到我 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定 不同的州 他车子的速限都不一样 除了州际公路 有一定的速限 每个州有不同的速限 这可能还是小事情 比如说有些州执行死刑 有些州没有死刑 有些州离婚比较容易 有些州离婚很困难 有些州堕胎很容易 有些州堕胎很轻松 对不对 你说以后各位 如果你们到美国想要离婚 当然不要这样说了 千万不要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犹他州 你们摩门教非常的严谨 所以你要离婚很困难 那如果你想要比较快离婚的话 就是去那个 拉斯维加斯那个叫什么 内华达州 对不对 内华达州的话就是人生就像古博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据说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 他那边还有怎么样 还有德莱素的结婚跟离婚的 你开个车子 然后开过去 到一个牧师的门口 然后给你证婚 开过去结婚完成了 叫drive through的这个wedding 对不对 然后离婚也是 所以每个州都规定不一样 当然比较严肃一些问题啦 比如说他连包含他的政治体制 每个州都不一样 举例来说 全美国五十个州里面 有四十九个州 都是比照美国联邦政府 用两院制 众议院参议院 可是就有一州不要 在内博拉斯卡 内博拉斯加州 在美国的中西部 他就一个月 他就是个州议会 他没有分众议院参议院 全美国四十九个州 都一样 就他不要 因为州政府的组织 这是州的权限 你中央管不着 台湾不可能 你每个县市政府 不能说台中市 说我们弄个两院制 怎么可能 对不对 立法院一定说 不准你弄两院制 美国就有这样的状况 每个州的州议员的薪水 差异很大 他的政府结构 差异也很大 所以这是很多的地方不一样 他是联邦制 这属于州的权限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德州旁边 加州旁边有个州 叫做亚利桑那州 如果各位知道 去亚利桑那州 看那个什么大峡谷啊 什么的很漂亮的风景啊 等等 死谷啊等等 亚利桑那州 我不想现在改了没有 像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 亚利桑那州 他非常严格的执行 在他所有的海关 不是关 就是入亚利桑那州的关口 都严格执行 不准任何外来的水果 带进亚利桑那州 以免影响到亚利桑那州 可能一些水果容易 有些虫啊什么东西的 严禁外州水果 带入亚利桑那州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去加州 你准备去亚利桑那州 好 经过亚利桑那州 去赌博 去拉斯菲加斯赌博的话 好 加州那么多好水果 好 买了一大堆水果 准备一路开车在车上享用 请注意 当你进入亚利桑那州关口的时候 就把你拦下来 你的水果全部要没收 不然就现场把它吃光 所以请注意 一定不能带太多水果 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肚子 好 这是亚利桑那州 所以他们每个州有自己规定 你在台湾很难想象嘛 你从新北市来台北市 福和桥走了一半 被拦下来检查水果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在台湾你不要说 新北到台北 从屏东来台北 也不会有任何的差异性嘛 可是在美国的话 联邦制差异性非常大 非常大 那么 比如说最近刚刚改过来 叫日光节约时间 如果各位有亲朋好友 在美国就知道嘛 对不对 每年从3月到11月 叫这个日光节约 时间要调快一小时 拨慢一小时等等 全美国50个州都一样 只有一个州不要 又是亚利桑那州 所以搞得很麻烦你知道吗 比如说如果说以后你有朋友 那个夏季时间冬季时间 你在什么纽约在加州就拨快 可是亚利桑那州又不一样 所以每年到了夏季时间的时候 你看那个什么飞机班次 从什么凤凰城 什么从纽约飞到凤凰城的飞机 那时间你都搞混 搞不清楚 可是他们就不要啊 他就要自己要这样子啊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美国的联邦制 说了那么多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说联邦制就指的 中央跟地方的权限是明文的在宪法里面 做很清楚的区分的 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中央 而是来自于宪法 他们各自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拥有最高的权力 这是美国的联邦制 那为什么会有联邦制 为什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东西 他所实施联邦制的理由为何 当然在我们在台湾我们时常会听到一种说法 说什么联邦制啊 美国的什么联邦制啊 美国的什么这个两院制啊 都是什么自宪先贤 对不对 煞费苦心搞出来的 其实没有那么伟大啦 当然也有一些理念 但基本上就是张识政治妥协的结果嘛 美国的选举人台 我们以前说过选举人台的制度 那么他的联邦制 他的两院制 基本上就是大州小州利益百物品 然后最后妥协的一种结果 联邦制也是在这个因缘计会之下说 创造出来的 说到选举人 我们也提到 连选举人团制度 全美国都一样嘛 就胜者全拿 可是两个州不一样 又是内博拉斯卡 还有缅因州 对 他们两个州不是采取胜者全拿 所以这都是很细微的一种差异性 那么 但目前来说 全世界呢 目前来说 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全世界少于 大概20多一点 20多个国家 所以非常少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们说过的70%以上都是单一制国家 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只有20出头的国家 但是呢 他这些国家 二十几个国家 190几个国家 二十几个国家实施联邦制 他们所占的土地面积 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当然这给你一个什么暗示 大部分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的第一个因素是 因为土地广大 土地广大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明的就是 实施联邦制的几个重要的rationale 我们刚才提到 全世界超过70%的国家 都是单一制的国家 理由很简单嘛 对 阶层统治 然后中央的地方权力一条边 很容易贯彻 对不对 人民也比较容易接受 可是为什么还有20几个国家 实施联邦制 他们的理由为何 理由为何 以下我们分为几点来说明 第一点 我们刚才说过 虽然有20几个国家 但是大部分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都是广土种民 土地面积辽阔 这是实施联邦制的第一个主要的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土地太辽阔了 中央我们实际上说边长莫及 统治起来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他们必须实施联邦制 把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去 中央跟地方各自有权力 各自负责状态 所以广土种民 然后呢 领土面积辽阔 是实施联邦制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 领土太大 中央真的很难做 所谓的有效的管理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呢 二十几个国家 占了土地面积 却是将近世界的一半 那么比较著名的 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几乎都是符合这个理由的 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 那么像是美国 像是巴西 印度 墨西哥 加拿大 耐吉利亚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 这个大概都是几个比较著名的联邦制的国家 都是土地面积相对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只是说 很多政治学的东西都有例外 我们只是说 大部分 这个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都是土地辽阔的国家 可是不是说 所有的土地辽阔国家 都一定实施联邦制 也不是所有的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都是土地辽阔的 我那说象征了 那么各位 比如说 也有一些实施联邦制的国家 它土地并不辽阔 像是什么 德国 还有更小的像是瑞士 瑞士是联邦啊 可是瑞士绝对不是一个土地辽阔的国家 对不对 当然是基于其他的理由 所以我们只是说 第一个实施联邦制的部分 大部分的国家实施联邦制 是因为他们土地太辽阔 中央政府很难能够有效管理 所以必须实施联邦制 这是第一个因素 但不是所有的都是 因为这个因素而实施联邦制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是什么 好我先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黑板上的水寫 我都用原文就是原來英文 就是我們各位可以去copy下來 那兩頁講義上的一些原來的句子 我就讓那個 所以各位可以自行去download下來 第一個很多國家實施聯邦制 是因為他們的領土遼闊 很難有效管理 所以必須要實施聯邦制 第二個實施聯邦制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先前 這個國家實施聯邦制之前 先前本來就存在了一些強的state 這邊的state代表什麼 就是州或者是國家都沒有關係 我們當然這邊主要是要美國 美國原來那13個國家 那13個殖民地 那13個州 他們不願意放棄他們本來的權利嘛 所以當他們有必要要面對英國 面對來自於大西洋彼岸的 一些強大的壓力 他們覺得原來的邦聯不夠 他們必須要進一步的給中央一些權利 可是又不願意放棄他們原來的權利 放棄太多 所以這是個妥協的結果 那13個州13個國家 又需要一個中央政府 可是又不願意給中央政府太多權利 當然經過很多辯論了 他們有不同的派在派系的辯論 可是最後妥協出來 就是某些權利給你中央 可是還是保留了大部分的權利 所以原先所存在的這個state 所以這邊來說的話 這邊就是當州的意思 或者說國家也沒有關係 原先存在的強大的地方政府 當他們進一步需要建立聯邦的時候 他們又不願意放棄原來既有的權利 所以妥協之後形成了聯邦 當然我們說這邊就指 像美國就是最具體的代表 美國最具體的代表 13個州進一步要形成 美利坚合眾國 然後給予聯邦政府一些權利 可是他們又希望保留大部分的權利 所以因此形成了聯邦制度 好這是第二個主要因素 第三個因素 就想要選擇 第三個因素是形成聯邦制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除了我們說第一個像是廣土眾民之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為什麼很多國家實施聯邦制 當然我們說過這每個因素 是彼此之間不是互斥的 有些國家是好幾個因素同時存在的 不是說你有1不准有2 那不是這樣 像美國同時有1、2 對不對 都有 那麼第三個是怎麼樣 就是試圖attempt to create unity 試圖營造一種團結 或者什麼accommodate diversity 來怎麼樣包容分歧 這什麼意思 當某一些國家 它內部可能族群非常複雜 然後可能種族 民族 很多不同的民族存在 然後所以可能有重大的社會 文化或族群的分歧的情況之下 但是又必須要維持一個團結的國家 而這個時候實施聯邦制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策略 在聯邦制之下就給予地方政府相當大的自主空間 對不對 但是相當程度上可能有共同的需要 要維合中央政府的存在 可是每個地方政府能夠以聯邦制的形式 能夠保留他們的所謂的diversity 保留他們的分歧 但是同時的能夠維持國家的unity 維持國家的一種一致 統一 最著名的代表 瑞士 瑞士是三大族群 我們都知道嘛 法國 義大利 德國人所組成的 完全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宗教 而他們能夠成立一個瑞士的一個國家 而保留了所謂的分歧性 對不對 能夠維持一個瑞士的聯邦 unity create unity 但是又能夠 accommodate diversity 瑞士是一個很著名的例子 當然像俄羅斯也是如此 印度更是如此 印度現在有28個省 有太多的方言 太多的族群 太多的語言 宗教 但是印度到今天這個聯邦還是維持得不錯 主要是因為他們實施聯邦制 能夠相當程度的讓28個省 有高度的自治的一種可能性 所以瑞士 印度的 他並不見得只是 因為他的Large Science 同時也是因為他的聯邦制 能夠 accommodate diversity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設計 所以說我們剛才所說 像從俄羅斯到瑞士到印度等等 那麼甚至包含加拿大 加拿大為什麼能夠成為聯邦制 雖然這個魁北克在鬧分裂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聯邦制也是能夠讓魁北克不會 目前兩次共同沒有過 還是維持在加拿大聯邦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他還是有高度的自治的可能性 所以像這些的話 大概我們所說的 聯邦制一個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特色 我們剛才提到了 瑞士 加拿大 俄羅斯 那麼印度 加拿大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比利時 比利時也是一個小國家 小國家但是基本上還是能夠運作 那雖然去年曾經很長了一段時間 無政府狀態 但基本上加拿比利時的話 因為他的族群非常分歧 但基本上的話 也透過所謂聯邦制 能夠維持國家的團結 好 這我想 這是我們所說的第三個理由 那其他部分的話 我想同學們回去 自行先download一下東西 先看一下 我們下禮拜呢 就從這個地方繼續來加以 進一步的討論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下課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 如果我是怎麼做的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的 可能不用理想 我們下課的 你下課的 我們下課了